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我最想說的是 喊錢、小朋友、還有一件 就是懶狗 愛狗之人如我 對小動物、命喪、約束的議題 非常關注 東張西望連續兩天 說陳小姐 好像叫Kelly 忘記了 陳小姐愛犬去這個 叫OnDocDoc的狗咖啡 游泳 游泳而已 但竟然命喪於泳池 這件事你也有看 先問一下豬豆友有沒有 給那副迷人的Baddy 所以擾亂了視線 我真是狗狗不能忘懷 你是狗狗還是狗狗 他張沙灘照 固然是 真相突顯 他是你的朋友來的 他去比賽 他去比賽 練到大大分 但球環很大 我就不知堅定流 正常來說 通常肥肥就大球 通常瘦 極速減肥就變平胸 但他竟然可以減到體肢這麼低 這麼多肌肉 這麼高的肌肉 這麼低的肌肉 這麼低的肌肉 看他的樣子 竟然有這麼大的球 專業人士發表 那 一向大家說到雪穿了 不好意思 不過我覺得 一定有些人得天獨厚 屁股一定是練的 女人最喜歡練屁股 屁股練得漂亮 都很吸引 但是心口紅偉的高峰 我真的沒有摸過 我又不敢說太多 但是我最令我忘記不到的 就是他們倆戴上的肌肉 在跟東央西網的主持 在聊天的時候 那幾秒片段 真是不得了 正到不行 我真的不懂 是曲線 你不要理會 脫衣服裡面 真是假 但是曲線 真的很誘人 其實你不用聽他 批評些什麼 不用聽別人的狗咖啡回應什麼 你就支持他 不是 今天主隊友都跟很多朋友 齊如飯後聊天 聊狗還是狗主 雖然肉體上 應該這一輩子都無緣 唯有用言語上去盡力狂吊 一定會去按鈴和黏引線 這些很明顯一定是港女 哪有可能 那隻狗去游泳 第一你給幾百元 我覺得價錢都可以的 問題就是你一直都在這個池邊 拍著CTV 看著你和你的朋友 在池邊看著的狗 全部不離 你說這隻狗浸死了 還是突然暴斃 你要人賠錢 那你一向都在旁邊看著 你都沒離開過 那你還在懷疑人家 不知道什麼什麼 令你的狗死 你不要看著的 你一邊眼睛睛的 全程都 那你都說人家浸死你的狗 我相信不是殺父仇人 這樣 在你面前 會突然間不在意 那一刻浸死他 你不要玩 還要開出條件 極度低能 什麼 我隱約記得 炒了 第一條 第一條 首先要炒了那個 游泳那個男生 還要他這一輩子 都不能從事相關的行業 你已經傻了 神經病 第二 香港人吵了那麼久 林鄭下台 是啊 是下台 不過時間到時候才下台 還要說什麼 要他們捐一百萬 去什麼慈善機構 一百萬 你是不是很傻 可能人家做IG KOL 又健身 又教練 一百萬對他來說 可能好像我的一元 那他就會開這個數 吹大了自我膨脹 二十幾歲 我不知道賺多少錢 我到他十萬一個月 還沒 怎麼可能 真是搞笑 到最後呢 講兩講 還要別人說不用捐給別人 就說 你給我二十八萬 現在我要 二十五萬 你給我二十幾萬 總之就是 我現在要入袋 我的精神損失 心情損失 那些 哇 真的瘋了 這是什麼腦 他用自己理直氣壯 用之前社運的那些 類似口號的方式 在派資上面 打擾別人的支持 真相 我要找真相 要有公義 你說這些 有關政治事 我就被人吵了 我說林志玲 五十歲 又跟我爭吵 什麼未夠五十 就來四十八 那些 那些香港女人 尤其 尤其 香港女人 對歲數這個 term 是不能如月的禁區 哇 說多 14歲 說多了 又吵 50歲 說少了 又吵 什麼時候都喜歡吵 以後 24歲 加N個月 所以譚校長 不就有見地 我永遠25歲 你咬我吃 那到我了 到我催 我呢 就養過很多隻狗 最主要我就是養兩種 蟲鼠 和貴婦 通常我帶狗去玩 我通常去西貢 沙灘 唱泳 通常你會知道 你那隻狗是什麼 那隻狗 懂不懂水 它怕不怕水 都是我帶牠去 我扶著牠 如果牠是僥勇善戰 像我那隻老狗 蟲鼠狗 我還沒脫鞋 牠已經一個飛身 撲下去 領空飛射落水 撇著牠 撇著牠 那些我就不需要看牠 那如果小一點 那隻蟲鼠 我就會放著牠游 我呢 就算小朋友也好 狗也好 你都是親身帶牠去玩 為什麼這些 所以我說 為什麼牠叫人賠100萬 為什麼這麼負貴 給500元小狗 1000元大狗 一個小時 不知道20分鐘還是一個小時 半小時 半小時 30分鐘 我曾經給過這些冤枉錢 就是我兒子未夠一歲的時候 我又想著帶牠去游泳 泳池又覺得骯髒 有什麼漂白水綠水 一會兒去沙灘 又怕大浪又慘 又慘腳 是那個時刻 去過一兩次 狗的時候 不是應該是人與沙灘 牠倆喜歡穿比堅尼 不是應該自己帶狗去玩嗎 為什麼你要假手他人 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從事幼兒 又或者寵物行列 無論是笨藏 寵物笨藏 又或者是幼兒的培訓機構 又甚至那些什麼 剪狗毛 狗美容 寵物美容 寵物美容 貓貓 甚至那些什麼 去剪造型 甚至有些狗 去染到五眼六色 美容行業 寵物行業 有幾多個是真心愛狗 有幾多個是百分之一百 牠是很有知識 不同的狗種 有不同的特色 特性 好像牠這隻 這叫什麼 老虎狗 對 牠這種狗 牠是不是天生 懂得游泳 或者牠是很好喜歡游泳 不是這隻狗喜歡游泳的 老闆 又或者不是這隻狗 有些是有氣管問題 有些是有事 有沒有這麼好的知識 去判斷你來的客人 每一隻狗去迎合牠們 不是說你穿著舊生衣 兜著肚子 來啦來啦 開工 你猜一下 真是飯堂派飯嗎 還有 早一陣子 三十幾四十度 人呢 就來地面 起碼也有五六七 也有這麼一距離 你學了我 是啊 都可以說沒那麼熱 但是狗呢 貼著地面走 我不知道事前 有沒有帶狗出去走 天下街散步 喂 地上一分鐘晒下去 38 9度 你帶牠走回來大半個小時 可能整個小時才走到去游泳 什麼天氣都透支的時候 才放下水 基本上牠在玩那幾下 你當牠很開心 其實牠正在掙扎 所以到達著人家說中暑 那前恩你有沒有說過 事前你帶牠去哪兒 為什麼會導致 人家手指中暑 前恩你有沒有說 甚麼都沒有說 你就是不斷擱著人家那幾分鐘 但你站在身邊 那這些會不會是 不太合理 以及沒什麼公義 不太公道 你沒有交代過 你都說睡醒了 直接開著冷氣帶他來 沒出街沒什麼 怎麼會中暑 這些就合理了 但你什麼都斬頭斬尾 只是說你想說的 只是看你想看的 因為自己有利 有利於自己 所以就大聲夾惡 但是錢切完全沒有了 當然了 講現在100球 又或者25個 不是25元 當然他可能覺得 你都不會賠100萬 不會捐100萬 我好像當是打個四分一 你一定會覺得很鋸 這麼便宜 100變25 濕濕稅 賠給他 首先我想說的就是 我記得曾幾何時 在西貢和我的狗 在嬉氣的時候 我見到我臨走 我上水的時候 看到有一隻金帽 主人在旁邊 起碼兩三個成年人陪著 當然他們有另外一些狗 但是那隻金帽 你感覺到已經是非常之不妥 他們就不斷打電話 叫那些寵物車 叫那些寵物車 叫去醫院 那隻狗就躺在那裡 你感覺到快要死 但是他們在喊喊喊 其他那幾個 就說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哪個哪個 是否說那隻狗 游泳平時這麼厲害 為何會這樣 我想說的就是 金帽 都屬水性了吧 最擅長的游泳 那些 懂游泳 屬水性的都會這樣 出事發 更何況那隻 法國老虎 好說不好聽 跑都跑得慢個人 不要說說游泳 先不說那隻狗 是誰對誰不對 他這一個 會不會說叫人家 炒了那個staff 叫人家永世不得錄用 這個terms 就真是 你 醫生除牌 都不是永久 好像是不知你 讀過什麼cours 又不知怎樣去 再去覆核 有得是拿回牌的 我只知道 醫生除牌 不是一定永久 那你更何況 什麼叫一定 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定的 他叫人家這樣炒那個staff 會不會是搞到 就像那個食碗麵 想炒了肥仔哥那件事 他們玩到自己 現在是的 那些風向全部是罵他們的 或是低能 不是低不低能 當然啦 那間店舖 都一定不是好東西的 他一定是沒有專業知識 還有呢 我不知道 還未fact check 我在下面 東中西網樓下的留言 他一個月內弄死了兩隻狗 這間店 是啊 On Dog Dog Cafe 哦 都是游泳死游泳 是啦 然後呢 有另一個人 就說 他是帶一隻狗到這裡 不知道什麼 寄宿 甚至好像一段時間 那隻狗是瘦的 回到來 那我想跟大家說 我從來都不會相信這些 所謂的寄宿 假寿於人 可能你美容 如果是我 我帶他 我會在旁邊 或者在外面 我或者會選一些 你是看到那隻狗的 才會安心 放那隻狗在那裡 給別人美容 如果不是困在黑房 或者不是open area 那個人 綁住那隻狗 那當然不會百分之一百信任 那隻狗一定會害怕的 你說那些什麼剪手指甲 那些 一定縮 或者有些 攻擊性一點點 可能會起口想咬 但不會咬 那些情況呢 我幫你剪 我一定是粗暴的 你這隻狗不乖 就算你不要愛不愛狗 一定不是百分之一百 是哄著 浪費很久的時間 去召喚你的狗 那所以 你說什麼剪指甲 剪毛 那些 怎麼說 那麼貼身 你一掙扎 我一扯 那隻狗很容易會傷 我最記得 我有朋友 去做這些寵物美容 耳朵是被人剪了一塊 流血 然後那些指甲 是剪得入肉 一走 是流了血痕 那你可想而知 那個人會不會是 很caring 是吧 哄著地跟你剪一隻狗 那當然不會 做 賺你的寵物錢 那些有幾個 真是真心喜歡動物 真心喜歡小朋友 人家真是打份工 好了 那就說回你最喜歡的 topic 那副主題 是不是 我就在那些 親子王國的forum 哇 清一色 那些主婦好像我這些 是不是 已經是離開了這個二字頭 雖然我不會像林志玲 那麼快碰到五字 哇 清一色 肉麻 哇 是不是做雞啊 哇 我沒有一張照片 看到她是穿回衣服的 唉 穿多這些衣服 都不回好人 打大的心口 如果真是為這隻狗好啊 東張西網 就不會找張牙 穿那麼少布出來 對啦 知道她是什麼女人 嘩 這樣也可以啊 嘩 這些相片通常就是這些口吻 輿論性強 這些相片 還有更多人會說 要不然你怎麼會不斷罵啊 朱棠哥本身都沒有什麼 留意這個新聞 一看到那張相片 還有那幾秒的片段都馬上 流行是這樣的健康性感 那不同人呢 就對健康性感呢 就不同定義的 那不要說 一定說人家做雞 那當然我也想她真的 她真的做 但是呢 就真的應該沒什麼可能的啦 那沒必有那麼容易啊 就算做啊 都不會讓你們那些朋友吃到啦 是不是呢 那我覺得呢 CCTV片段消失呢 這件事就很明顯是 那個店舖利己主義啦 那喂 我不想賠給你 是吧 你又不是即日問我 拿隔一天 唉 我真的整間店那個位 燒了它 我說火燭啊 沒有啊 CCTV沒有了 那警察來到 都沒辦法的 你不是即日搞定的話 都不關事的 那電視 那你有沒有去做更改啊 修改啊 那這些就 你是不是即日都不關事的 只不過可能時間上去 未必做得切 不過都是說 屈口或者說說些講句 你說現在浸死的狗 你要陪人家陪二十幾萬 好啦 我當你是那些BB仔游泳的那些店 死了一個BB 你覺得 是不是都會陪了二十幾萬 你覺得 人家是不是都會聽你這樣說 永遠這個女人都不 這個職員都不可以做回相關行業 即到最後 那時候可能 可能都是過失啊 判過失啊 罰一下錢啊 就算數的了 即到處是一隻狗 你說我講壞一點 都是這樣說 但我也是個外交人士來的 那我想說啊 講開這些這樣的室內泳池 我記得我看過那段片 真是 好傷感啊 一個八歲的小朋友 一個五歲 然後她媽媽就帶著她兩個在一個泳池的嘻嘻 那好死不死呢 那水泡呢 不知怎樣 大仔就玩玩玩就飄了去深水區 那媽媽呢 就自己呢 就撲去深水區 打算拿回水泡給大仔 誰不知呢 那媽媽呢 原來不懂游泳 她感覺到她碰不到水 碰不到地那一刻 她已經開始掙扎了 那當然啦 大陸的泳池 兩個救生員那個位 都是空空如也啦 那另外呢 有些泳客就不是第一時間留意到 那好快 說的是十幾秒 那已經她媽媽沉了底了 那在這個時候 CCTV呢 就見到大仔 就有一點點 那個動作 就想衝去她媽媽的方向 但是她就很聰明 當她的水 抹到她的頸子那時候 她就知道有危險了 她就退回頭 那當然啦 五歲的時候 都不知道哪裡出水了 那然後呢 就很快她兩個上了水 就不知道她在哪裡消失了 在這個監控的區域 那隔了二十幾秒 她就扔回來 然後就不斷在泳池邊 那邊張望 那到了這個時刻 再隔多了十幾二十秒 就是前前後後 都三分幾分鐘 才有其他人發覺 那個媽媽沉在底 那當然最後她媽媽是死了啦 嘩 真是 真是慘啊 就想說一句 你不適合游泳 你撿什麼適合游泳啊 那就是啊 是不是有沒有老的啊 那也是好不可思議的 但是人類永遠都是這樣 另外一宗呢 又是真的 我覺得跟這宗狗的差不多 拍著一個室外的 應該是小區的游泳池 就有一個叫做救生員哥哥 有當值 有一個小妹 大概七八歲左右 是被那個救生員發現 救起 抬到上岸邊 那個人拍得 我看了整條片 證明她已經是事發了 還要一段時間 人家按了電話出來 按了錄影鍵 應該在前後都很久了 發生了這件事 到了岸邊 繞揚了一輪 才看到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 不知道她是媽媽還是媽媽 衝過來 發瘋地衝過來 我心想 死了的時候 你會不會哭呢 現在你才懂得發瘋 她出事了這麼久 你才知道的時候 你很明顯在錄電話 又或者你不知道 你跟什麼水 什麼太太 旁邊打了牙膠 那一輪電話 小朋友意外 真的不可以不說 昨天那件事 在酒樓玩轉盤 桌上 幾個家長掛著玩電話 之後那些子女 就在那裡搖著熱水壺 搖著搖著 終於搗寫了 然後自己就雞飛狗走 之後是否錄了其他小朋友 一開始那一條花骨 年輕人 真的是混蛋 在那裡搖著 那我真的不明白了 你是有爺生 沒有吵架 還是大陸那些 叫做 小朋友是這樣嗎 最喜歡說這句 和我的狗不咬人 很難聽過粗口 在那裡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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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就發瘋子 沖在那裡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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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 衣服後 購到副方法 那個是紅色的 像去遞蛇還有鼻子觸摸的 噤鍋是紋染色的 柯燭 還有一件事,最搞笑的是那個女生的爸爸媽媽 竟然要她一個友人,當年那兩條糟糕的父母就賠八成 我不知道她賠多少,然後有兩成她要店家賠 老虎蟹,香港也好,中國大陸也好,都會有湖熱水放在桌面 給你們的人去洗碗也好,洗杯也好,沖茶也好 那為什麼你覺得是我的責任呢?為什麼不是百分之一百是你父母全責呢? 因為又是我開門口做生意,你進來光顧我,你出事就是我這麼不幸? 那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要店家負責呢?因為浸查那個轉盤又轉盤? 她的Terms說這個潛在風險危機,店家沒有作出明確的指引 神經病,你在做人嗎?大陸 大陸有很多老大老母都是這樣的,我又說一個,看看你們評評你覺得對不對 有一個醫院門口,就有個兩母女在玩,玩那些水槍,射射槍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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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事主就帶著那個兒生女就在醫院門口走出來,看完醫生,病病的,剛剛拿完藥就回家 誰不知,門口正在玩的那個小妹,就用水槍射到她的兒生女那裡 還要第一次,已經不出聲了,立刻在口頭上勸喻她,不要這樣玩 然後那個小妹還來,再射,射中了她的頭,射中了兒生女的頭 這下她就生氣了,那個小妹繼續向前走過來 這個時候,事主一手打掉她的槍,然後那個小妹就開始哭了 在這個時候,她一哭,她一個不知名的老母,不知道在哪個洞洞洞洞 就鑽出來,說,你為什麼要打我的女兒呀,小朋友玩就是這樣玩的 事主就說,首先,我們剛剛看完醫生,我的女兒不舒服 已經不舒服,還要你這樣射水 我第一次已經警告了你的女兒,第二次她還來,我沒有打她,我只是打掉她的槍 嘩,這件事在網上就被人聲討了,就說那個事主是大欺欺 就給屎衛,就是打別人的女兒 嘩,我覺得她又沒有做錯呀,張三比幾 如果首先,不要說我的小朋友舒不舒服呀 三下不識七,我帶我小朋友出去玩 你這樣拿水槍擠我的小朋友的頭 這句欺凌呀,你覺得好玩嗎? 那我現在站在那裡,你幫我擠幾個東西 我每次擠你,行不行? 我就是知道,在大陸,無論是你怎樣打小朋友也好 你怎樣打到別人的重傷也好 都是賠一五百幾十,然後行政拘留十天 所以,回大陸,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大陸的人來到香港,這麼喜歡打架 又或者不知怎樣,我又說,不是抹黑大陸 那說一件事,大家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在香港發生這些大陸風氣的事情 大家會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我又不才,我又有一個親戚 在大陸,做一些銀行貸款的部門 當然,她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都叫做senior,所以她就知道有很多內幕的事情 她就有一個best friend,是吧? 她的best friend,在珠海和幾個人合作酒店生意 一開始,都打個禍,不是很多斬鑊 但都叫做微利潤,就很糟糕了 一來,整個疫情,疫情關係,真的含得很像皮糖 在他們山窮水盡之際,有人獻計 就說,喂,不是這樣啊,大哥 這樣下去,大家真的,那個碗就窮得響叮噹了 不如我們想想辦法在這裡搞一搞 看我能不能做這個檢疫酒店 哇,有關係就是沒關係 她就在我這個親戚那裡貸款 一班人又不知道怎樣,搞搞搞了幾百 兩百個,兩百萬 竟然就靠這兩百萬,疏通了一些人脈的關係 就成為了一個指定的檢疫酒店 哇,大家想想你現在,訂不訂到這個珠海檢疫酒店 他們代多少,往下摺下來的,我也免得多說 發到怎樣豬頭,你們自己去自行解讀 我記得N年前,N個月之前 香港有一宗新聞,就是一個大陸人走來香港 去考車牌,他就塞錢給那個考官 那那個考官當然是舉報,這件事上了新聞 那些人就在那裡笑,欸,大陸的嗎? 神經病,傻仔 其實不是他是傻仔 只不過是各處鄉村,各處禮 你們想想,在香港,如果要成為檢疫的酒店 要怎樣申請? 怎樣去go through 這麼多重重的 policy 也好,行繁民浴節也好 是不是真的你對二百個,你對給誰啊? 什麼叫做高薪養廉就是這樣 為什麼那些濕溝政府人員,一個junior的staff 都閒閒地三四萬起跳 就是因為他是要規避這些這麼少錢的可以去 怎樣說呢?去被別人收買了 我們叫做黑箱作業 你試一下現在,你知道誰誰貪污 或者你舉了二百萬給誰誰 哇,整棵樹給你收起啦 你不要說什麼貪污 幸好我勝在香港,又有ICAC 這句slogan不得了 我小時候開始聽到現在,想不到今天在你口中聽到的 哇,糟了,很明顯我又快五十歲了 那就是你睡個覺啊,你在國安公署睡個覺啊 你都真的,真的沒得了 現在自動辭職,更何況你收受利益 這樣去成為檢疫酒店 當然啦,中國大陸,對與不對呢 怎樣去管呢? 不在我這個頻道的評論範圍 如果大家想聽相關的東西,請而欲步去老蕭的頻道 好像老蕭都增加了很多人手 所以你說,我很明白為什麼這麼多香港人不喜歡大陸 真是大陸那一套呢 不是每個香港人都接受,又或者理解 那各個地方都說不同法例的 那你又很難說拿一把一尺就量了所有國家 那你可能覺得,哇,香港這裡的優勝 大陸這裡不好 那你可能反觀,英國、美國都有某些法例都不好的 還有,公美議員說一句 剛剛你又說大陸打人,怎樣懲罰多低啊 那其實香港打人都不見得懲罰高啊 欸,講開打呢 現在中國大陸也有很多很漂亮的小區 即是說內循環,是不是這樣說? 即是一個食招哥哥看著幾棟樓的小區 很漂亮啊,我也進去了 哇,有自己的泳池,自己的健身房 真的不需要走出這個小區 那我曾經有一段片我看過 有一條人,即是他可能不想做立塔治的家 他拿一隻狗落樓下,打狗 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哦,煮狗吃 是啊,他打狗 打死他,然後拿一些滾水,滾了一層皮 然後才拿回自己的家 哦,脫毛嘛 脫毛,不是我們家底那些 我知道啊,通常你會殺雞都是這樣的 拿熱水滾掉一些毛嘛 那我就不知道中國大陸有沒有這些殘酷藥代動物的條例 但相信我就覺得應該沒有的 二線可以禁了,吃肉 貴臨,貴臨那個什麼狗折? 好像沒有了狗折了吧 有的,還有一些義工 你想買我的狗,你想救我的狗 你拿錢來買吧 哦,那沒辦法了 有時候說到底都是 都是,大家都是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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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啊,不懂得說話 喂,大家不要覺得 這兩個這樣的大坡,Kelly 叫那間的on dog dog 賠一百萬很多 之前我不是說的那隻針針 是嗎? 小半科學家 他刺一隻狗,叫他配合演出 他說呢,有一個網友 我說出二百萬 賣他的那隻狗 即是不想他再這樣 拿隻狗去做show也好 去虐待他也好 那個肥仔不賣啊 二百萬也不賣啊 喂,說的 你說二百萬 誰知你是不是騙了我出來面交之後 殺死我啊 或者打我的鑊金 搶我的狗走 當然不理你 二百萬你聽都不合理啦 是你膚淺是你窮的 喂,你說馬上 微信支付給我先 那樣不同說法 有沒有誠意 要是給我五十萬 那我先出來 或者放在某個地點裡來拿 是不是 好啦,那今集說到這裡,拜拜 拜拜